上一集讲到广东话的叠字表情包 那些眼超超、嘴渺渺之类 都是形容轻挑不正经的表情和行为 相反,大方端章的仪用 就没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叠字形容词了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对礼仪的要求讲起 我们的文化对言行举止有严格的规范 面容表情也不例外 香港高中中文课程有一篇指定古文篇章 论人论孝论君子 就是指君子不仲则不威 要做到尊重威仪 非礼物事,非礼物听,非礼物言,非礼物动 退崇吻于行言纳于言 意思就是做事就是要敏捷 说话就是要谨慎 君子最讨厌的小人 其中一大的特点就是花言巧语 夸夸其淡 除此之外 君子于人前必须不失色 不失疑 不失礼 因此表情言行就不可以微飞飞舞了 看人就要目不斜視 保持恭敬温和的神情 坐就要危险正座 不可以摇脚 走路都不可以大幅摇摆 阻顾右盼 这些的移用规范或多或少都化入了中国父母对小孩的要求里边 坐有座上 站直 不要手指指 不要厚多多 这些是不是熟口熟面呢 但这种的黑制 现在很难被西方人和现代文化理解 西方人的表情 身体语言都很丰富 而且他们更加觉得吹嘴是必备的社交技能 相对来说 中国人的言谈反应就很呆板 很没趣了 说回开头的粤语表情包 叠字说起来 节奏轻快 这种效果更加突显了那些不尊重的行为 轻挑的特色 马上就呼之欲出 同时也都加强了嘲讽的意味 好玩的是 广东话的叠字效果强大 动对叠字 就能表现出很多微妙的神态和动态 下面几个词仍然是形容 眼神不友善 眼沥沥 影哆 眼哐 眼金金 眼泵泵 4种程度真是传贫意会 各位 你们 chercher 不 ideia 3 2 1 迷底是 眼沥沥 指的是眼神 tuber 不友善地看着别人, 眼眶眶就是凶神恶杀地盯着别人, 打架一触即发, 眼睛睛就是带些羡慕, 想巨为己有, 甚至是色迷迷的感觉。 至于眼超超, 就是眼神不屑, 鄙视的意味多些。